美国商会率领企业家被访台中 邀请卢秀燕出席发表展体演讲 过去美国商会 它的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台北进行 能够到其他城市来 对其他城市来讲 很重要的交流 在今年美方与台中市政府互动频繁 短短四个月内就有六次密切来访交流 包括政治 资安 民安 商业等全方位互动 连续数次的到台中来拜会卢市长 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台中市的市政表现 确实受到美方的注目跟肯定 事实上根据最新民调 卢秀燕市政满一度获得六度第一 市民幸福感逼近就成 专家学者也很看好 台中市未来发展 经济发展策略是正确的 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上面 我觉得应该会有更深入的 合作的机会跟契机 而在多数瑞习台 台中市二十七号召开 在汉音变中心第五次汇报 AIT人员破天荒出现在会场观摩 在台中市是过去我们有很多的合作 包括上次的演习 一一握手台中市长卢秀燕 接连与美国商会见面 北方对于台中市的高度重视 让卢秀燕的政治实力 在此受到肯定 记者最后报导